来自纽约人称神级的千层蛋糕 在台北也吃得到了 一片就要价250块台币 在台北开了一家快闪店 只贩卖11天 而说起来这种快闪店的概念 也成为现在人气商品行销的新手法 排队的人穿成长长的人龙 从一楼排到B3 上百人喂的就是这一块千层蛋糕 就怕买不到 这位先生是代购公司的员工 前一天就接到订单 一大早就排队来抢购 来自纽约号称神级的蛋糕 一片250元起跳 还是好多人怕买不到 其实早在这间正式店开幕前半年 他们就曾经来台快闪11天 买得下下叫 来台开快闪店的还不止这一间 来自韩国的冰品还有来自美国的汉堡 每次快闪都是人气大考验 消费者买账 正式店的出现就有希望 台湾消费者对他的反应 以及他在这个地方 他的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有多大 这个是品牌在进入市场的时候 可以通过快闪店所达到的一个目标 现在不吃现在不买 以后就买不到 让消费者乖乖打开荷包 也让快闪活动接力赛 一场又一场 记者物心理事件台北采访不到